皇上怀疑是王亲将孩子抱出去的途中让别人看见 皇后表示王亲在狱前伺候多年一直小心谨慎 不会如此 阿若看到皇上给有身孕的仪贵人送来很多礼物 家贵人来到阿若身边说他比仪贵人更是美貌 说不定他也会有如此运气 阿若表示自己没有那样的命 家贵人从中挑唆说 如意定是百般防范阿若不让他接近皇上 阿若听了心中对如意的不满又增加了 玫瑰人在佛前祈祷 恳求佛祖指明是谁要害他们母子 太后来到玫瑰人房内告诉他 贵妃已经禁言 让皇上准许玫瑰人随孩子而去 皇帝这次没有同意 以后就不一定了 玫瑰人坦言自己不是有意寻死 而是用计想让皇上联系自己 如何走出安华殿就要看玫瑰人自己了 如意在宫中与大哥下棋 这时太监传了消息 让如意到养心殿一趟 皇上与皇后在养心殿等候如意 皇亲说最早传出消息的是延喜宫 如意坚称自己并未泄露一字 贵在最前面的太阶说 最早是经过延喜宫的时候听说的 而且最早是在玫瑰人生产的一页 如意坚称自己没有说过一个字 可王亲口口声声咬住如意 皇后建议让贤妃暂时不要出入延喜宫 等事情查清再还她清白 皇上不同意将如意禁足 如意目睹了当前的情景 便自行禁足远离是非 如意看出王亲为了彻查留言十分费心 让李玉去找怜心 看看其中是否有蹊跷 皇后贵妃与家贵人一起谈及 如意禁足一事 贵妃向皇后提议如意无德 为防止交怀大阿哥 不如将大阿哥交给自己抚养 皇后说贵妃太过心急 失了分寸 让贵妃不要在皇后面前提起此事 王亲在宫内遇到怜心 表示自己忙于追查留言 忽略了怜心 怜心询问她 只是一个奴才 又怎能借追查留言 奔倒贤妃 王亲告诉她 做奴才的不能只有一个主子 皇后和贵妃都是她的主子 没想到 怜心与李玉早有安排 这一切都被躲在角落里的李玉听到 夜里 王亲回到自己房内 怜心一反常态 十分热情 为王亲备下韭菜 怜心哄王亲服下了药 提议今晚要与王亲玩一个躲猫猫的游戏 王亲大喜连连答应 王亲四处寻找怜心 怜心称 皇后传自己回宫当差 公公若是舍不得自己 便同自己前去 王亲眼前出现了幻象 行为疯天 呼向了贵妃 如意听到贵妃的呼救之声 走到宫门前 看是怎么回事 此刻 王亲已被仲太监制服 站在角落的怜心 露出了笑容 贵妃走到延喜宫门前 看见如意站在门口 认为如意在看自己的笑话 她怀疑王亲是被如意指使 这时皇上感到 贵妃向皇上 哭诉自己的委屈 皇上在延喜宫内 把王亲压上来 用一份冷水将她叫醒 王亲言语疯癫 李玉对皇上说 若是以王亲现在的状态 恐怕什么也问不出来 不如传怜心过来问一问 怜心来到延喜宫内 跪在皇上面前 这时太医也赶到 齐太医禀告皇上 王亲是扶持了过量的阿基苏丸 阿基苏丸乃是宫中的禁药 怜心向皇上哭诉